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参照 2012年初春 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 嘻嘻嚷嚷人头残动 远远望去 只见一个人明显比周围人高出半个身子 难道有人在市场里头 踩高敲不成吗 早就一看 感觉不是那么合事 这位是个名副其实的高人 有多高呢 这么说吧 这人一抬手啊 就能碰到旁边店铺上挂的招牌 再一看 这位大哥的身边啊 还有一位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旁边这位的身高啊 和个几岁的孩子差不多 说话间呢 这小个子这位呢 还纵身一跃 轻轻就跳上了 这大哥的尖头 他们手里啊 还拿着什么东西 转圈在那派发 老板天呐 这哥俩是够尽艺的 给来买菜的人呢 发饭可以繁复使用 易于降解的购物袋 环保 还白素 这好事啊 于是大伙呢 纷纷响应 与此同时呢 不少人都拿出手机拍照 大伙好奇啊 这样身高的人 实在不作戒 这二位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这么跟您说吧 高个子的名叫张欢 矮个子的叫徐国元 早在2008年 这二位就成了一个特别组合 叫天地男儿 而且呢 人家这组合还挺火 一年365天 几乎都在外边 奔波忙碌 走秀带言 你那天是多高 那天是2038的 那天已经定格2038 那怎么 我才80多公分 80多公分还没这么高 后来又长个儿了 我就这三年长你的一头 我全年才都我国际这么高 那你还能长啊 还有潜力啊 咋的 现在你说你又不就是不长 又到你就给我长高一点 说起来这根打也挺有意思 外在身高不同 内在性格呢 也迥异 你别看张欢人高 马大确实勤快 每天一早呢 他都是早早的起床 这徐国元呢 动不动就卖床 起不起啊 起不起 快 走 快 那故事讲到这儿呢 可能有人会问了 哎 这哥俩咋就长成这样了 啊 他们年纪多大呢 家在哪呢 哎 怎么就凑得一块了呢 咱先说这张欢啊 身高 2米38 体重 163公斤 就这身高 超过了 2米26的小巨人姚明 2米28的 移动长城 木铁柱 也超过了 曾经申报 吉尼斯记录 身高 2米36的 报喜顺 看见了没有 张欢原地战里 手伸直了厚 比标准篮框 还高出 7 8厘米的 我常是1米4 鞋子72码的 72码的鞋 这是啥概念呢 比常见的 男鞋 不是 41 12码的吧 整整长出去 半尺啊 你想 这么大的鞋子 市场上 能有卖的吗 所以啊 张欢的鞋呢 都是厂家特制的 更有意思的是 他穿的袜子 跟您说实话 这都是女士长筒袜 这袜子 一般女性 穿起来得到大腿根 这张欢穿起来 刚到尺度 可能有人会说了 你说长成这样 太反常了吧 别是有啥毛病吧 林三人张欢怎么说 你快别瞎扯了 绝对是个正常人 一出生 他就是个大哥 我生下来 我是11斤6两 所以呢 一看一个大胖 虽然人在那里 沾着高兴啊 张欢呢 1986年出生 在山东藻庄的 一个普通家庭里 父亲1米80 母亲1米67 个子呢 虽然都不矮 可顶多呢 也就是比一般的身高 稍稍高出那么一点点 不过呢 张欢一出生 您猜怎么着 重量是多少呢 11斤6两啊 啊 可谓超级巨婴了 到我12岁 已经长到1米92了 从那时候开始进入 就是说 是木铁柱老师 上我们是 山东找到那边 去选拔人才 正好我那时候 个人也是1米92了 所以那时候 开始接受篮球了 12岁的时候 身高就达到了1米92 你不打篮球 确实可惜了 于是呢 张欢 就被选到体效打篮球 后来呢 还去过上海 东方南篮队 人家和姚明 一起集训过呢 早上一个成练 也就是在操场上 很巧合 姚明大哥也是 早上也起来成练去 就一个很短的 短暂的一个时间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就碰到姚明大哥 我们在那聊了几句 姚明大哥说 到以后你好好练 到以后你有可能你是 有可能到以后 你会点击我的位置 当时啊 姚明呢 还送了张欢一双 球鞋和一件球衣 少年得意啊 加上前辈之年 张欢对未来 啊充满了憧憬 可十九岁那年 一个意外的发生 改变了张欢的生命轨迹 在一次比赛中啊 张欢把腰给摔了 剧烈的疼痛 张欢忍受了 可大夫的一句话 却让他崩溃了 我就是不能打了一句 听完这句话 真的我那时候 连相似的感觉都有 这种不能打了一句 我还能干什么 那能打了一片后门 因为我那时候 接受专业训练 对外界的根本 啥都不了解 不能再打篮球 七年的苦分类 都将复之东流 梦想也成了套远 就连生活也成了问题了 曾经引以为 自豪的高大的身材 反而成了张欢 找工作的障碍 修车就是蹲那趴那 在修 也不方便 特别长 特别大 蹲了 那个东西都不方便 想当初 那也算个蓝筹明星 可现在呢 干个修理工都没人要 张欢本来就是个 含蓄内敛的孩子 心思重 现如今 自己什么都干不了 不但包不了在家里 反而成了家人的包袱 他越想越上火 终日是抑郁寡欢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他的艰难境遇 才悄然发生了改变 严重的腰伤断送了篮球梦想 因为个子太高 干活不方便 想找个工作 用人单位都不要 张欢郁闷 庆幸的是 偶然的一天 偶然的一次见面 让张欢呢 这种状态 有了改变 王老师问我 你有多高 你有多长 你是现在干什么呀 我一三个不理 但一个王老师 一直在后边追着我 我问 到时候我问王老师 说了 说了我 你是想办啊 我这身体我长不认了 你真是想办 重心在哪 这样动了才好看 你不是说 你养都养成这样了 没重心就不好看 你动我往前趴 这样移动我的重心在哪 张欢口中的王老师 是一名文化工作者 他无意间的发现了张欢 也非常看重张欢 简单说吧 在王老师的指点下 张欢开始学习表演 练习走秀 在全国巡回 为品牌做形象代言 用张欢自己的话说 能自食其力了 慢慢的呢 他也就走出了过去的阴影 好了 咱们说完这高个子张欢 再说说这矮个子徐国元 徐国元呢 1987年出生于江苏延城 号称中国第一秀真人 身高多少呢 一米零三 父母身高都正常 还有哥哥也一米七的标准个头 对徐国元来说呢 因为身高带来的困扰啊 要比张欢早很多 徐国元说了 打击事开始自己就比同龄的孩子矮了许多 为此呢 这个家里人特意呢 带他去检查过 医生给我们家的结果 就说什么都没有问题 就说比人家长得慢 后来就没那个没当回事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等过了几年到九岁的时候 发现还是那么高 到那个地方 他们给我们的结果 还都是一个样子 还是说完长 行啊 完长就完长呗 反正还是孩子 还是方长呢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问题严重了 你这哪是完长啊 好像干脆是部长了 总而言之啊 身高给徐国元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学业 以前读书的时候 经常老是被这些 那些人不是什么好心的人欺负啊 老有人抓住 把我抓住跟他们那个打牌啊 你想啊 老被人欺负啊 被人另眼相待 那滋味能好受吗 十四岁这年 徐国元的书啊 就读不下去了 可不读书能干啥呢 有一次啊 他去看了一场演出 结果就入了迷 随后 他干脆加入了当地的演艺团体 开始展露表演才华 虽然不那么正规嘛 但起码可以糊口了 起初啊 徐国元呢 就是在酒吧啊 歌厅啊 表演一些滑稽戏 可他并不满足现状 于是苦练本领 尝试更多有难度的表演 难度大了 那危险自然也就是大呀 你比如说吧 有一次 徐国元呢 在室外表演喷火的节目 就差点毁了容 我表演魔术的时候 表演那个喷火 变脸的 一下子是 一下子来了一阵风 把火给吹回头了 吓死了 满脸的泡子 当时我心想 这下完了 肯定要毁容了 哎呀 干啥都不容易啊 徐国元对这话的理解 似乎更深刻 表演得好好的 表演的好好的一个男的上去 端了这么厨这么高的一扎红酒 端上去 然后说来 兄弟你把这酒喝了 搁进你一杯酒 我说你看我的肚子 你看就这么大 我怎么能喝的这么多了 后来说你不喝 你就不给我面子 是不是 我看实在没法收藏 我直接让服务员拿两罐 那个拿两天那个雪碧 我直接晃晃晃 把盖子一打 堆在那里面 你想想两罐雪碧 一对 那一瓣红酒 再加上两罐雪碧 不是冒出了一半 一瓣就让我冒出了一半 后来我就喝了 其实您能看出来 徐国元挺机梁 就是靠着这种机梁 他才经受住了一次次非常考验 这样的生活一年持续了好几年 这个徐国元也尝进了生活的酸甜 直到遇上了张欢 他才找到了保护自己的大伞 我亲眼见到他 我一看 我说这么高 发现了之后呢 我们把他逮过来 逮过来 他就是两个手 一个手一个电话 这边联系我 这边两个电话 一直这样打 一直联系我 请你给我给我给你 这个挂上了 这个电话就响了 张欢呢 先向徐国元伸出了友善之手 一段都曾遭受过 因为身材高矮 带给自己的尴尬与困惑的兄弟 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然而堪称 惺惺相惜啊 就开始了合作的过程了 因为说 嘿 这一高一矮在一起啊 还真能取长不短 出去做宣传的时候 就宣传一般不是有那些老是围的人太多嘛 有些人在我的头上摸摸 在我这边摸摸 我就很讨厌这些 但他在我面前呢 直接一把手那些 全部给揉出去了 这条鸽子哎 就是人要多了 怕踩踏 有时候人要多了 我只是说 来国元上 直接趴到我这儿 我就直接呢 再听他就走了 走出人去 把他放在那个舞台上 放在高的地方 演出的时候就不用说了 哥俩 凝成一股神 平时的生活中呢 俩人也是互相帮助 彼此照顾 当然了 毕竟都是年轻人 也少不了 大胆浪道 我 帮我拿一口 你帮我挂下去 你不给我拿下来啊 啊 管挂 不管 还要挂下来啊 不是 你帮我挂的 你昨天不是 全部都让我挂的 没时间呢 帮我拿去 没点好话 郭元 平时哥俩之间 这样充满乐趣的玩笑不老少 张欢经常利用身高优势 呵护徐国元 而徐国元也会利用自己 这个深矮的优势 帮张欢解决一些难题 郭元 郭元 你帮我拿下东西 帮我拿下东西 我就是掉地上去了 你帮我 啥子 快 在这里 好 谢谢 互帮互助 这才是完美结合 可话又说回来了 两口子偶尔还打架呢 更何况这是个临时组合 怎么 两个人又叫上劲了 我跟你说 要来打住 如果我要是能按住两秒钟的 我以后的衣服都让你洗 行 我怕我把你这胳膊手给你摆脱了 你信不信 二 三 二 三 哎呦 我今天晚上把这衣服抛进去了 洗衣服的时候 哎 里边怎么多了 像内裤 我一看是过瘾了 过瘾 你咋子啥 连都哭不起 谁 什么时候生起来的 但现在我都不一样 现在我找到了一个真心爱我的 前面的话 咱倒没在意 但最后这句话 似乎意义不一样 听这话题 徐国元 有了心伤人了 言外之意 以后有人照顾我了 我不用你张欢了 哎呦 果真如此吗 那又会是怎样一个女孩呢 这对特殊组合 难道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了 翻箱倒柜 一只手套引出怎样回忆 那你们把一个手套再来看 放在这里 斩信绝迹 能否赢得美人心 哇塞 徐国元 一高一爱俩兄弟 几年来呢 共同分享了生活的喜怒哀乐 老花说的好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儿的组合能一辈子持续下去吗 是不是 别的咱先不说了 有道是 哎 哪个少年他不怀春 是不是 这兄弟俩正处在火热的青春期 他们那也不例外啊 别看张欢人高马大 可心思缺细得很 在他的行李中啊 就保存着一件特殊的东西 哦 在这 这就是这 让我看看吧 你看看 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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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朋友送给你东西 她不叫一个手套 没有她对不起的 二一会儿我们在这个贵州演出 做活动 也是要做活动 那女孩把一个手套摘下来卡 放在手里直接就跑了 没有跑出去好不好 没有 跑出去了 没有 你非得跟我将来 跑出去了 小女非得跟我将来 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张欢的手啊 足有二十八部分长 快一尺了 女孩给的手套啊 根本就戴不进去 用张欢的话说 她明白女孩的心意 和她却从不敢轻易接受 并不是她不想 而是因为她有护肤 因为她的话说呀 现在到处走 她也不稳定了 怕对女孩啊 没有交代 感情呢 我就说是在二十八岁以后 工作稳定下来了 再说女朋友使用 因为现在忙 也没实验 挑衅也不适合 那你对未来的这个八旅 有什么一个想法 想法呢 就是说身高至少 对于八以上嘛 还有别的就是没有 就是要身体 心力要善良 要尊好用 其实在这点上 哥俩都一样 徐国元呢 对待感情也十分小心谨慎 他说了 这些年的自己 时常憧憬着爱情 可总是受伤 我以前是不敢 不敢那些真心的 我以前被女孩 骗过两次 所以说我不敢对他们有真心 你想想就以前在一起 不是看我的钱 就是看我的名 但现在我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找到了一个真心爱我的 徐国元说了 现在好了 自己已经找到真爱了 就回来北京 贵女友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平时聚少离多 这回好不容易有机会见面 他准备跟女朋友啊 好好地拍几套情侣照 见到这么二位 这影楼的工作人员都跟着起控 非要看看他们的绝活 钢针穿玻璃 徐国元 功夫不了得啊 一旁的张欢哪能示弱啊 他也拿出了道具 开始表演自己的禁锦魔术 常常做活呢 就是我们在那一个就是 电台里也是在电台里演出 李文星老师呢 也是在那去表演的魔术 那李文星老师就非常充足 也没有带什么东西 就教了我两个皮筋的魔术 从那时候喜欢这个魔术了 说话之间 徐国元的心上人已经来了 您看清楚了 就是这个姑娘 她叫燕子 目前在北京工作 还没说 女孩对徐国元呢 真是关怀备至 刚一上来就照顾上了 又是帮着穿衣服 怕凉着 又是切水果 怕渴着 您说这么漂亮 这么无微不至的女朋友 哪找的啊 哎 多长时间的事 演出嘛 演出嘛 然后她去看热闹的 见到了挺好奇的 就是冲一个好奇心去 然后感觉这小孩 像弟弟一样那么可爱 这燕子姑娘啊 今天才20岁 如果说当初看上徐国元呢 只是出于一时好奇 可到这会儿算起来 毕竟已经三年时间了 俩人还能在一起 看来是真感情了 当然了 这三年时间里俩人的感情发展 也不是一帆风顺 谁知道这家伙突然一下子失踪了 那是燕子逃不还是 因为什么原来突然失踪了呢 因为当时就想 感觉不可能的事 就感觉如果这样发生 就感觉结果肯定不很好 再说了他是新闻人物对吧 对外的那种 我就感觉 怎么也到不上 你家里人同意吗 只是跟他俩的事 家人知道吗 有说过 但是不是正式的说 只是开玩笑的说说 过去的毕竟过去了 起码现在此刻 他们是幸福的 有如此专庄秀丽 情投意合的女友 徐国元说了 自己受再多的苦也值得了 闪光灯不断闪烁 像是众人 祝福的目光 徐国元已经找到真爱 这对天地男儿 组合在一起的日子 也许就不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吧 共同的经历 共同走过风风雨雨 已经让兄弟俩 对人生对生活 有了更深的感悟 任何人 不管你是身体残疾 或者是什么残疾 但是心里 一定要都像我这样 现到一个放中的心情 一个放中的 一个阳光的心情对待 我以前也是晕得 也有心灵 也有阴影 因为我腰伤了之后 我工作非常难倒 但是我身体就在阴影 我心里非常阳光 我要去永远的奋斗 说实话 兄弟俩未来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 我们现在呢 还不得而知 在这呢 我们只能送上 最真诚的祝福 祝愿你们 都能实现自己曾经的梦想 展示各自存在的价值 笑对人生 平安 快乐 要说呀 你说人啊 你高矮也好 贫富也罢 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是平等 见得高的 不必仰视 矮的 你也不能俯视 最好的视角 就是平视 十一岁少年离奇失踪 从此他只在网上出现 从此他不再回家 谁也不敢说这孩子出意外 就怕他在冤枉里面 家人苦苦寻找 竟然发现 小朋友中间隐藏着真相 我使得来一跳 他的家里也没办 没办理我 他出发 四个小伙伴 为何全都不肯开口 且听王刚讲故事 十一岁男孩的秘密 没办法